《基督徒》 既然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 那基督徒跟回教徒之间 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段的圣经 要你更严肃的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启示论的问题 我常常讲 我常常提醒 启示论有错误 基督论有错误 基督论有错误 基督徒论一定接受不来 基督徒论 基督徒论接受不起来 整个信仰就垮台了 所以所有的错误从神观 启示观 基督观 救赎观来的 这些不整理清楚 没有达起根基呢 你怎么看圣经也看不清楚 回教徒的启示论 就是我刚才提的 104部丢失100部 剩下4部 这4部中间的 第3部给基督徒的是 那巴拿巴福音 基督教现在有的不是那个 所以根本我们是完全迷信 完全错误的 他们听都不听你传福音的 你不要以为你夫了毕业了 或者你什么时候毕业了 你到回教徒中间传福音 哇 这个博士来了 他裁都不裁你 因为你们是迷信的 你相信上帝儿子 好 现在我请大家注意 当圣经讲耶稣是上帝儿子的时候 这个名称在整个信用里面 是从天使来的 天使启示来的 天使启示给谁呢 启示给玛利亚 请你注意 而到底旧用里面有儿子的观念吗 旧用里面有神有儿子的观念吗 有 最少有两次很清楚的记载 第一次是 那受告者说 我要传圣子 以后话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儿生你 记得上个礼拜的吗 如果你听了 再听一次录音带 再听一次把它打进你的脑子 那你的信仰更容易建立起来了 我再讲一次 那么受告者说 我要传圣子 以后话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儿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儿生你 这一节一共出现了三次在圣经 第一次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第三次就是在这个西伯来书第一章 而使徒行传所讲的是什么 是把它讲成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就成为上帝的儿子 就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四篇第二篇第七节 跟西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前一半 是永恒中间的备生 这样基督在永恒中间 是上帝的儿子 而在战死的历史过程中间 接着战胜死亡而呼活 就真正成为神的儿子 证明出来 他就已呼活证明 他是神的儿子